成功 如果你不希望 發展這麼多事 一定要上去香港 Whoo 在香港中 相對好些 港股低殘 對於長線鍾情 港股的人來說 目前或者是 simples 今集著名基金經理 王國鷹 英Sir 會分享他的 深水港股推介 而且是安心退休收息致選 2023年環球股票表現強勁 可惜中港股市就私人讀潮水 英Sir說未來中港股市 都還要面臨三大挑戰 第一就是人口結構老化 第二就是因為房地產市場爆煲之後 其實就留下了債務問題 第三就是通縮問題 因為大家都覺得消費可能開始不振 而中國公司主打的殺手劍就是性價比 現在市場就是擔心中國公司會發生價格戰 形成了一個漩渦效應 變成一天你解決不到 沒什麼提振市場扭轉這三個結構性問題 其實是很難去令到我們的股市會很厲害 而這些結構性問題解決的方法是很難 不過鍾情於港股的投資者 英Sir說都還可以考慮退休三保 匯豫豐、中移動和中海郵 匯豐是會增加快息 開始做好一點 我想你跟其他本地銀行來說 他覺得他沒有那麼大受到內房的影響 所以那些人都會覺得是安心一點 中移動可能會覺得他雲服務可能是OK 本身電訊服務也OK 但是就不會太厲害了 都是一個派高息的選擇 中海郵就可能是全世界郵股裡面最便宜的一隻 派息是很慷慨的 適合一些不想搞那麼多東西 只是想收息的人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你說你要博他升很多 我覺得就不會了 下星期英Sir還會盤點港股的深水板塊 和中港股票以外 具增長潛力的亞洲股票市場